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行政瑕疵就是他在前一天的下班前才公告要舉行校長續任投票 这个是莫大的瑕疵 因为这个是重大选举 他们自己很清楚 可是故意在前一天晚上才由email来发出这个校长续任投票的通知 很多老师都措手不及 教育部后来就有来文 因为教育部呢 因为我们北上去抗议的结果 教育部就是说好那个续任呢 其实上次的续任算是有疑议 所以他就行文到学校这边来说 第一个要重新举办 第二个呢根据上次的这个行政瑕疵 就是必须要在一个礼拜前通知 所以他就抓刚刚好 一个礼拜来通知我们 但是这中间他就不再举办任何公开其他的说明 也不对上次为什么有问题做公开说明 其实这一次的行动就是我们真的是采取比较和缓的方式 希望借有比较柔性的力量 让学校知道说真的有不同的声音 然后师生真的一直在等待 就超过半年的时间一直在等待校方做一个正面公开的回应 我觉得校长对于就是艺术体系的就是高等教育 这一块是非常的不熟悉 然后他也没有让我感受到他有深刻想要去了解这样的内容 然后校长一直在主打科技艺术 但是你实际上要叫他讲出科技艺术 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 他也都讲不出来 对所以这件事情会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在反对 成大跟南一大弊校就是为了要保护艺术高教体系这个东西 这个价值 然后到现在这一个理工科奠基背景校长进来之后 有时候甚至会让我觉得说 我们好像已经被病校了的这一种状况 有11个学生代表 有5个是学生会推的 然后另外6个是各系所推 那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是这6个系 对 是每次都轮的吗 轮的他用轮的 但是怎么轮你完全是黑箱 就是到底是怎样 他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白子黑字 所以这个校规里面没写 对 一些是校方或是法规里面 校规里面只有写主称是学生不得少于1分之1 就这样 现在提的方案就是说 应该如果就比较完整的话 应该就是学生更主体应该有扩大产品 我们现在提的方案是应该修我们学校处理章程 那我们所有的系组都至少有一名学生代表在校规里 我们待会开会的话希望可以提程序动议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决定要延期 要举办什么什么以后才能公开的再次训任投票 你们中文 album 怎么会开的 尝试 好 好 杀 我拿了沒有在環境 OKOK 沒關係 他如果每個人都有發 我發文資訊就知道OK 那一定會拿到 那個各位同學就是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紀錄連數的 至少在校內學生部分 就已經佔了三分之一的人數 所以因為校長過去 他不斷就是會對外說明說 我們這些發生的 的實生只是學校的少部分而已 但是實際上是有非常多人 在關切這個議題 只是說學校方一直不願意出來面對這樣子 對 所以這次就用連數的行動 然後實際的名單 告知校方說真的有很多人在關注這件事情 那包括曾旭正就是我們前副校長 代理過校長過的曾旭正 建築所教授 他有連數現任教授 建築所的曾教授 然後有兩位榮譽教授 就是張兆棠跟關曉 前音像學院的院長 退休 現在是我們學校的榮譽教授 他們也連數 然後 技術所的所長 蔡清彤老師 然後博士班 我們的那個藝術理論博士班 的所長 董國軍老師也連數 我過去有曾經 因為其實校長他只願意接手的方式 就只有校長有約的方式 然後校長有約就是一個 閉起門來講話的方式 我確實曾經有去參加過一次 那一次只有我跟一個選美 兩個人進去跟校長做對談 然後校長在剛開始的時候有說 只要會議結束 我們會公開會議資料 就是會議的紀錄這樣子 然後會經過雙方認同 再把會議公開 結果後來他們做出的會議資料裡面 完全就只有單方面的結果論 就是我們對談內容完全都沒有出來這樣子 所以是議員是完全是一個一言堂 那完全就是沒有成效的一個東西 開票結果是總理票最90了 然後支持 就是沿認的50 然後被告8票 反對沿認的30 被票6票 被票6票 那加起來是90 沒關係 反正我們本來就遇到這樣 結果開始要組我們藝衣聖團 就是我們作為少數官 就應該清理他們下去 不用太重 少數太好了 一向就是這樣 這是正常的 影片多數我們就不會抗議的人 多數根本就已經取得權力了 不用挫折 運動本來就是這樣 要從少數開始增添 好 那爭取多數 盡量的開始增添更多人 但不因為少數就要放棄 我本來打算有三個有關程序的提議 第一個就是 如果是校長應該要迴避的話 我們準備要提 比較中立的主席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程序我們就要是提說 在校長沒有公開說明對話以前 就應該要延後這次學人投票 應該讓更多人至少重溫資訊 有再來投票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剛才討論到的比較細節 就是說 學生代表人數到底有沒有被替換的問題 學生代表紀錄所的遺物 他首先發言 那他試圖要用他個人的經驗 就是一個藝術大學如何可以容納不同的意見的經驗 來帶出來說希望有溝通的過程 但是他沒有講完就被一群老師 資深老師 劈滴啪啪的自職 接下來就是我們公老師有補充說 為什麼要延後那個投票 大概就是除校降生的那個 那這樣來來回回 但是其實整個副校長 還有一些發言的幾個主管老師 整個態度就是說 趕快投票完就解決了 用票數來決定 到底有沒有人不支持他 是不是多數人接受他 所以就是要一個多數決 要趕快把它解決掉 在上個學期的開學前 就是突然就是學校要全部換掉宿舍裡面的燈管 對 然後就有發生就是 有學生他還在裡面 但他不知道今天要換燈管 然後就有工人直接就開他的門 然後就有個女學生 然後他就是 因為睡覺嘛 他可能就是沒有穿很多衣服怎麼樣 所以他就覺得他影子被侵害 對 雖然有社間陪同 但是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不事先告知 因為學校就在事先告知 這上面沒有做好 然後又 他們這些功能可能不知情 然後又直接去 因為他們要施工 所以他們就很趕得要施工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其實就 侵害到學生的 不管是隱私權或者是住在那邊的權利 所以 我們當時就是有很極力的就是 要求學校要說明 到底為什麼不先做好 然後以後要怎麼改善 那他們後來有說明嗎 他們沒有 他們就是只有簡單帶過 而且在 而且已經就是在上級 學期末台突然開了一個就是 開了一個會 就是關於就是學生意見 然後他們要反應的一個會 然後就在那個時候 就只有很簡單的說 我們很抱歉 就是前幾個月發生某些事情 就這樣而已 他沒有做任何的補償措施或是改善 某些部分的同學甚至部分的老師 他沒有辦法很公開的表達他的意見 所以就變成好像這所學校 有一些意見的人是少數 但其實不是這樣 是一樣有意見 但是他們不敢表達 這其實是一個滿嚴重的問題